电剧人117话内容更新 三英了杀永恒恶魔 电刺遭遇真摸头杀 三英以满足电刺一个愿望为代价 拿到了辛苦刷来的百万现金 三英打算用这笔钱买下水族管 但在施展能力之前 他命令电刺捂住耳朵不准偷看 三英要用攒来的一百万买下水族管 把整个水族管都变成自己的武器 可在三英发动能力的同时 电刺的内心正在反复挣扎 自从被马骑马欺骗后 他就决定随心随意 绝不按别人的要求做事 可现在居然为了色色违背原则 这未免也太丢脸了 还没等电刺响灵弹 一只胖呼呼的企鹅突然出现 这下电刺开心了 虽然损失了一百万 但看到企鹅也算实现梦想 下一秒 封闭的水族管瞬间消失 三英能力发动成功 不但将水族管化为武器 还让躲在暗处的永恒恶魔现出真身 永恒恶魔放声咆哮 一边咒骂饥恶魔 一边朝着三英抡起拳头 可在攻击落下的前一秒 粗大的章鱼触手突然凭空出现 原来是吉田及时出手 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多谢你了永恒恶魔 在遇到你之前 我从未想过天空竟然如此美丽 下一秒三英压杀人格切换 战争恶魔正式上号 不得不说三英真是天选之子 少女的内心纤细敏感 居然会因为糟蹋水族管而产生罪恶感 战争恶魔举枪瞄准 这强烈罪恶感造就的水族管之枪 就用你的身体试试看吧 在枪间与皮肉接触的瞬间 永恒恶魔的身体就被一击贯穿 而战争则笑得格外开心 三英给她的惊喜实在太大 如果跟这个女孩继续合作 说不定真能杀掉电剧人 猎人社团的三人满脸惊讶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会长额头冷汗直冒 三英此刻表现出的力量太过强大 难道她已经与恶魔签订契了吗 只可惜电刺光顾着和企鹅培养感情 错过了三英的战斗场 远处的高楼上 还有一道人影能免旁观 饥饿恶魔轻叹一声 她本打算借永同恶魔除掉电刺 最后却输得如此彻底 吉田与饥饿恶魔四目相对 两人之间没有任何对方 可从吉田凝重的表情来看 两人似乎并不是头回见面 刻骨铭心的水族管约会后 电刺主动送三英回家 三英向电刺表示胆谢 并问电刺是不是觉得这次约会糟头 电刺表示还好 反正自己摸到了起落 也算实现了童年梦想 电刺也不忘提醒三英 你之前说过 无论我提出什么要求 你都会答应对吧 那就下次再和我约会吧 电刺一脸得意地告诉三英 我可是约会高手 就让我来教你 什么才是最棒的约会 电刺说着还比了一个胜利手势 上次看到这个手势 还是在垃圾桶里 如果我猜得没错 藤本书那小子又要发病 战争恶魔也在此时突然出现 他察觉了三英的内心变弱 原来这就是恋爱的滋味 战争和三英共享大道 有些喜欢这个坏男 内心的秘密被戳破 三英当即小脸一红 而战争恶魔却另有打算 计划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 多谢你的三英压杀 下一秒人格切换 战争恶魔再次上号 然后把手俯伤了电刺额头 变成武器吧 电刺脊髓剑